9. 欲在家善信 假是伦常大教 学佛一事 云须克尽人道 方可去向 佛法虽为初世间法 实在世间法中作出 良以佛教 该是初世间一切诸法 古于父言辞 于子言孝 各令尽其人道之分 然后修初世之法 譬如欲修万丈高楼 必先兼竹地基 开通水道 则万丈高楼方可增修 且可永久不坏 若或地基不坚 必至未成而坏 习白居易 问鸟科禅师曰 如何是佛法大义 师曰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欲学佛法 先须克己圣读 事事皆从心地中 真实做出 若此人者 乃可谓真佛弟子 若其心坚恶 欲见佛法 以免罪业者 何以先服毒药 后服良药 欲其身心体健 黏沿受拥者 岂可得乎 如以娶妻 当常以月亲之心为念 夫妻互相恭敬 不可因小嫌隙 或致夫妻不睦 以伤父母之心 众庸云 妻子好和 如骨色秦 兄弟记戏 和乐且丹 以尔设加 乐尔亲奴 子曰 父母其顺一呼 盖言夫妻 兄弟和睦 则父母心中顺悦也 先为人子 不久 则又为人父 若不自行 悦亲之道 必生忤逆不孝之儿女 譬如 瓦屋盐浅水 点点滴滴照样来 光老仪 不能长逊事辱 如可努力尽子道 则便可以 入圣贤之欲 将来往生西方 乃如所得之法利也 人生世间 善恶各须辅助 方克有成 虽天宗之圣 尚须贤母贤妻 以辅助其道德 况其下焉者乎 一顾太任有太教 致文王生有圣德 故是赞其行于寡妻 致于兄弟 以育于家邦 然此但约文王边说 若认太子之德 故亦可以辅助文王之道 如两灯护照 遇见光明 两手互洗 方得清静 由事言之 事少贤人 由于事少贤母 与贤妻也 两以 其能阴向其夫 母能 胎教子女 旷出生数年 日在母策 亲至一犯 长城训悔 其性情不知不觉 为之转变 由不欺然而然者 于常为 教女为其家治国之本 又常为 治国平天下之权 女人家 操得一大半 盖为此也 教子女 当于根本上着手 所谓根本者 即孝亲济众 忍辱笃行 以身为教 以德为犯 如容金铜 轻入魔中 魔执则直 魔躯则躯 大小厚薄 未入魔之先 已可预知 旷出模糊 尽是人情 多不知此 故一般有天资子弟 多分狂辈 无天资者 富归顽劣 以于幼时 世其范围 如容金轻入坏魔 则成坏气 经故一也 而气 则天渊 悬殊已 善娇儿女 必比西街为贤人 为赎源 是为敦伦之大者 也儿女 既皆贤善 则兄弟姐妹 轴里儿孙 皆相关而善 从此 贤贤相继 则贤人多 而坏人少 坏人 亦可化为贤人善人 天下太平 人民安乐之机 皆于 交儿女中含之 女人临产 没有苦痛不堪 属日不生 或致与命者 又有身后血崩 种种危险 及儿子有 慢疾经风 种种危险者 若于疆产时 至神恳切出生朗念 难无观世音菩萨 不可心中默念 以默念心力小 故感应一小 由此时用力送子出 若默念 或致避弃受病 若至诚恳切念 决定不会有苦痛难产 及产后血崩 并儿子 金风等患 纵难产之急 人已将死 叫本产妇 及在旁 赵印者 同皆出生 念观世音 家人虽在别房 亦可未念 决定不须一刻功夫 其得安然而生 菩萨救众生之心 深陷于 世之父母 爱儿女之心 昔世有千万亿 横河沙背 世以临产之父 能朗念菩萨名号者 为吉林吉孝之 最上妙法 外道不明理 死之恭敬一法 不知暗世论理 至一般念佛老太婆 是生产为未徒 虽妻女亲媳 亦不敢去看 况敢教彼念观音乎 须知菩萨以救苦为心 临产虽裸落不尽 乃出于无奈 非特意放肆者比 不但无有罪过 且连母子重大善根 此意系佛于 《药师经》中所说 非我自出意见 我不过为之提倡而已 《药师经》 说药师佛 誓愿功德 故令念药师佛 而观音名号人人皆知 故不必念药师佛 而可念观音也 求子之道 人多被迟 如欲得身体旁厚 性情贤善 福慧寿三 通皆巨族之子 须以我说 方可遂心 求子三药 第一 保身捷御 以赔先天 第二 敦伦基德 以利福基 第三 胎幼善教 以免随流 世人无子 多取切胜 常服壮阳之药 常行防侍 此乃素子之道 非求子之方也 幸而得子 亦如以彼道种之 或不出或出 亦难成熟 第一 要断房事或拜年 至少或百日 欲久越好 当与父说明 彼此均存此念 另屋居住 若无多屋 绝须另闯 平时 绝不以妻 做妻想 当作姐妹想 不敢其念之邪念 待身养足后 待父月经静后 须天气清明 日其吉祥 夜衣行之 必得受孕 从此涌断房事 直到生子过百日后 或可再行 复受孕后 行一次房 包后一次 胎毒重一次 前或因子宫常开 致意堕胎 此种忌讳 人多不知 纵有知者 亦不肯议 切无畏 光乃出家人 论人行房事 不知此事 是世间第一生死关节 正宜救济 故知或不生 或不成 或孱弱短命 不知自己不善用心 反说命不好 反将行房当常事 日日行之 不死就算大幸 又要心存慈善 利人利物 利人利物 不一定要钱 存好心 说好话 行好事 凡无力之心 知话之事 均不存不说 不行 满腔都是太和元气 生气勃勃 又须智诚 念南无 观世音菩萨 就以此念 愈多愈好 早晚礼拜 念若干 此外 行住 坐卧 都好念 睡到倒好念 也要心存恭敬 遗传山库 不可赤体 遗默念 不遗出生 默念 若自多难念 可去难无二字 但念观世音菩萨五字 白衣咒 念也好 不念也无碍 如如是存心 行事 念 亦令辱父 也如是存心 行事 念 极致临产还念 临产 不可默念 要出生念 旁边照应的人 需大声帮他念 环保了无苦痛 难产之事 临产默念不得 以用力送子出 默念或受气病 女人一受孕 不可生气 生大气则堕胎 兼以乖利之气 过之于此 此之性情当成凶恶 又为而乃时 必须心计和平 若生大气 乃 则成毒 重则即死 轻则 半日一日死 绝无不死者 小气独小 虽不死 也需生病 一顾 爱生气之女人的儿女 死得多 病得多 自己胃 故奶母胃 都是一样 生了大气 万不可 胃而乃 须当下就要放下 令心平气和 过半天再胃 胃时 先把奶 挤半茶碗 到了 奶头开过 再胃 就无祸殃 若心中还是气哄哄的 就是一天 也胃不得 胃则不死 也需大病 此事古今一书 均未发明 尽以阅历 方之其祸 女子从小 就要学柔和谦逊 后来生子 必义 必善 必不死 必不病 凡儿女小时死病 多一半是其母生气之故 少一半是自己命该早死 天下古今 由毒乳所杀儿女 不知有几横河杀术 可不哀哉 如为月亲 如为辱祥说 须劝辱母吃素念佛 求生西方 如与辱妻 亦各如是 以 续居臣学道 居臣学道 其俗修真 乃达人名士 其余夫余妇 皆所能为 免力修持 以在家种种系列 当作当头伴鹤 常识生死艳丽之心 恕常识 掌其心乐之志 疾病为乐 疾色成通 上不是高堂之欢 下不是私事之一 而且令一切人 同音见闻 增长静信 何乐如之 人生是嫌 不可无所作为 但自尽一尽份 绝不于一份之外 有所寄予 士农工商 各物企业 以为养身养家之本 随分随力 执持佛号 绝志求生西方 凡有力能 及之种种善事 或出资 或出言 为之赞助 否则 发随喜心 亦属功德 以此培植福田 做往生之助行 如顺水扬帆 更加卢照 其道案也 不更快乎 所言培植功德 当以开人知识者为第一 现今 曾广文超 已经排完 尚未接收 令帝若肯认若干 自己施送 必一切悦者之 往生净土之所以然 以此功德 为其父做往生之劝 加以至诚 必可如愿 视为最有利益 真实功德 若大通家 则禅尽双修 而必以净土为主 若普通人 则亦不必令其辩言 身经奥论 但令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一心念佛 求生西方其义 此人 不废居家业 而兼修出事法 虽似平常无奇 而其利益不可思议 两以愚夫愚妇 专蒙念佛 即能前通佛制 暗和道庙 较比大通家之 补度思量 终日在分别中 弄世神者 唯一多多也 以阁下之财论 当依光所说 其为利益大义 否则择一极尽 隐晦之处 利休敬业 将从前所得之学问文章 抛向东洋大海外 做自己原事 一无知识之人 亦不生分别心中 昼夜六时 专持一句 鸿鸣圣号 果能死尽偷心 当必亲见 本来面目 从此高树法床 必一切人 同归净土法海 身为圣贤之徒 没欲廉智之会 方可不复所学 为大丈夫 真佛子仪 如来说法 横顺众生 欲妇言辞 欲子言孝 外境人伦 内消情侣 使父本有真心 世民为佛弟子 岂在两根头发上论也 仗此好心 竭力学道 孝涕修儿 屡里感化 摘戒力 而杀道前销 研究净土经伦 则知出苦之要道 受持安事全书 则知熟事之良摩 以净土法门遇亲 以净土法门教子 集诸亲事 正与生死世大 生疑通绪我后 不必另则一所 其家庭便是道场 以父母兄弟 妻子朋友 亲戚 尽做法卷 自行化他 口劝身帅 使其同归境遇 尽出苦伦 可谓代法高僧 居家佛子仪 且勿为吴家素涵 不能广及英德 大行方便 须知身口意三业皆恶 即莫大之恶 躺三业皆善 即莫大之善 至如愚人不信因果 不信罪服报应 侃侃早早 以安事全书等所说 为其演说 令其使则 鉴信因果 既则深信佛法 忠则往生西方 了生托死 一人如是 功德尚无量无边 何况多人 然须功行无垫 方可感化同人 自己妻女 能信受奉行 别人自能相关而善矣 岂在 资财多乎哉 佛为大仪王 普至众生身心等病 世间一事 只能一身 纵令着手成春 就与其人神事结果 了无所欲也 乳记归一三宝 发菩提心 为人治病 则当于医生病时 监狱医心病法 何以言之 凡属危险大病 多由素氏献生杀业而得 而有病之人 必须断绝防氏 方可素欲 欲灭素献杀业 必须戒杀吃醋 幼父至成念佛 即念观音 则必可素欲 且能陪德而中善根 唐愿业病 除此之法 断难痊愈 其人与其家父母妻子 妄欲心急 未必不肯医从 唐肯医从 则辩重出世善根 从之生正信心 后获由此了生托死 超凡入胜 则予比鱼乳 均有大义 至于断育一事 当以为治病敌药法 不论内症外症 病位十分复原 万不可沾染防氏 一染防氏 小病成大 大病获之立死 或不及死 以众必死之因 欲其不死 亦甚难甚难 纵灵不死 或成孱弱废人 绝难保其健康 不知自己不善涉雅 反说医生无真本事 无论男女 处女寡妇 不宜说 余具无碍 君当侃侃草草草 说其厉害 必比病抑郁 而辱民 亦因姿而张 美美医生 指之治病 不说病急 旷肯肯令人改过千善 以赔得基伏乎 此事事尽唯利仕途之 复犯心形 非受是寄人之心形 旷能令人因病而得生 入圣贤之欲 莫归极乐之邦之 无上利益乎 古人云 不为良相 必为良意 事已称 一世约大国首 世间一世之名 以高级 若坚以佛法 则借此已度众生 行菩萨道 实为一切各业中 最要之业 以人于病时 德文不专求利 至其利人 发菩提心之一世所说 必能令病急欲 自不能不生正信一行也 愚人取信 切不可计 谢力多寡 而生分别 他父者认真为一 贫者只应酬了事 就知 人皆以谋利而轻之 则所说利人之话 仍亦不信从矣 又须 欲赴言辞 欲此言孝 兄有地公 夫和妇顺 主人仆忠 与因果报应之通三世 过去 现在未来 生死轮回之经六道 有可议者 不妨 以有一座 无欲之贤谈 使文者 渐渐开通心地 知生死轮回之可谓 幸了生 托死之有法 能如是者 成可谓 其世间法 以行佛法 由一身病 而欲心病 一切众生 从隐喻而生 如发心 守真修行 当需努力 倘由此等情念起 当思地狱刀山 剑树 祸汤 如炭 种种之苦 自然种种念起 立刻消灭 没见多少善女 使则发心 守真不嫁 即则情念一起 力不能生 遂与人作苟且之事 而一心破手 如水溃蹄 从之横流 永不能归于正道 时可痛惜 当自斟酌 能守得牢 则好极 否则出价从夫 乃天地圣人 与人所立之刚常 故非不可也 欲靠食物滋养 食素人 一多吃麦 食麦之力 大于米粒 不止数倍 光 吃了面食 则精神健忘 气力充足 阴声高大 米 则只可饱腹 无此效力 卖比身体 上高数倍 大摩麻油 亦补人 小摩麻油 以炒焦枯了 力道退半 人蛋之香 实则是焦味儿 黄豆豆油 补料最多 一场福智 莲子 桂圆 红枣 芡石 一米 皆可滋补 其必须血肉 方能滋补乎 总之 皆不如 卖之力大 我 未经许可